有个网友说他离婚带孩子 叫了一个男朋友要跟他分手 男朋友半点钱跟他分了 不然以后又回来找他 跟他死缠烂打 结果后来又要去分手 我说分手原因是什么 他说男友是公务员 工作差距比较大 所以要分手 我说你男朋友赚多少钱 他说一年四万块钱 人民币 说白了就是嫌弃他离婚带孩子 我跟这个网友说 你这种情况在小县城市 没有任何市场的 到大城市 人们对你的情况 可能会宽容一点 如果你到外国 大部分人就不在乎你 离婚带孩子了 我说他男朋友这种 刺耳反耳的行为 就是人渣的表现 但是也没办法 他这种情况在小县城 就只能找到这种级别的男的 我跟他说 最好到大城市去 然后提升自己 把事业搞好 多赚点钱 如果他到时候能到国外 那个时候也有钱了 大家又不在乎他的这个情况了 他就可以找到费 小红书 都不在乎 都不在乎 那这样就会有点 还不在乎 有点 我看我